哈囉大家好,我是Lisa 我們今天要來做巴斯克乳酪蛋糕 準備的材料爐上 材料的細節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奶油乳酪室溫先放軟,放入盆中攪拌 放入盆中攪拌 分次加入糖,並且攪拌均勻 打入3顆蛋,並且攪拌均勻 打入3顆蛋,並且攪拌均勻 加入1顆蛋, compens了 放入盆中攪拌,乳酪蛋糕 放入盆中攪拌,加到油 加入香草精 我因为手酸所以换电动搅拌器,搅拌均匀 接着加入鲜奶并且搅拌均匀 加入过筛后的低筋面粉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将面糊过筛 烘焙纸揉过之后再放入蛋糕模中 将面糊倒入蛋糕模中,振几下振出气泡 气炸锅预热355F,烤25分钟 大概散6分半钟的时候,拿出来检查一下 大概散6分半钟的时候,拿出来检查一下 时间到后,确定蛋糕表面的颜色深度是你想要的 我没有烤到全熟,此时蛋糕可以被摇晃 如果要全熟,请盖上铝箔纸,继续烤制 冰入冰箱,放入冰箱下两碗 盖上铝箔纸,放入冰箱一碗 盖上铝箔纸,清水, tra动肉和頤芝 配料後,放入冰箱一碗 蝸肉 這樣巴斯克乳酪蛋糕就完成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